接着是今天的课宴近身去 来看看大风哥要教我们什么客家谚语 他的意思是说 媳妇的不孝是由于自己的儿子纵容所造成的 由于自己从小就没有将儿子教导好 所以儿子才会纵容老婆不尊敬父母 举例来说小明跟阿华说要好好地把儿子教好 教好儿子 未来儿子和儿子的老婆才会懂得尊敬父母 要把阿华带来说两个礼拜 不好心求求自义 按这些终终终终终